没想到名人居然要和灰烈一起对抗仪式 就在他和雌玄交战时 百族趁机拔掉了龙脉的封印 突如其来的紫色光柱瞬间便将名人和大河淹没 当他们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处在一片到处是农田的大地上 名人向大河道歉 都是刚才仪式让他分心 他们才会被卷入到这里 根据他前世的经历 这里应该是二十年前的过去 一想到即将见到年轻时期的水门 名人内心不禁有点小期待 但他发现周围根本不像前世穿越时那样高楼凌厉 并且这里自然能量相当浓稠 简直可以跟庙木山相媲美 这时突然大量士兵和村民将他们二人团团围住 看到大家的穿着名人心头一颤 当他抬头看向天空时 他瞬间瞠目结舌 一颗高耸入云的怪树映入眼帘 那不就是神术吗 大河见名人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禁问道 只是看到一个怪树而已 没必要反应这么大吧 名人纳纳地回答道 这里恐怕是忍者诞生之前的时代 他带着同样错愕的大河摆脱了士兵的包围 二人朝着神术的方向奔去 在路上名人向大河简单介绍了神术的来历 普通人只要靠近那棵树就会被树根吸收殆尽 最后变成白色的怪物 大河听完有些吃惊 随后大笑地表示灰叶击中树不是民间的神话故事吗 名人望着远处处于休眠状态的神术肃穆地说道 现在我们已经身处神话里了 大河队长 大河的笑声戛然而止 名人指向了天上的星河继续说道 还记得早上偷袭我们的仪式吗 这神术正是他和他的同盘灰叶在忍界上种植的 大河文言顿时呆若目击 灰叶的神话故事居然是真的 名人站在了离神术最接近的悬崖边望去 花苞里的果实即将成熟 也就是说大统木一族很快就会到达忍界 他呼唤着封印空间中的九尾 自从回到这里后 九尾就进入了沉睡的状态 突然天空一颗燃烧着火光的流星 打破了这宁静的夜晚 最后一道光运缓缓缓降落在了竹林里 名人知道这是大统木灰叶降临了 他心中微微触动 正当他准备上前探个究竟时 大河却拉住了他 大河严肃地表示他们还是少参与为妙 以防止影响了历史 名人淡淡地回应道 来不及了 大河队长 当我们进入这里的那一刻 历史就已经发生改变了 灰叶走到了神树旁 用白眼查看着神树的成长情况 果实马上就要成熟了 突然他发现了两位不速之客 名人他们虽然事先躲起来了 但始终还是逃不过灰叶的白眼 他燃起了六道魔石准备应战 他不知道尚未吃掉果实的灰叶到底有多强 如果不得不战斗 他必须战得先机 灰叶飘浮到空中审视着他们二人 这两人的查克拉比这个星球 其他人的还要大许多 特别是这个金发小鬼的 会和他身上有骨跟他血脉相连的熟悉感 仿佛是自己的后代一样 明明他还是玉女之身 他飘上前就要用手抚摸名人的面颊 名人立即警惕地向后退了两步 即使没有吃果实的灰叶身上 也散发着强悍的压迫感 这不禁让他想起了结婚后的雏田 这时一只橙色小蛤蟆突然露出了水面 这正是大蛤蟆仙人 当他正准备上前搭话时 他心头突然传来前所未有的猛烈危机感 名人和灰叶同时向天空望去 来者正是灰叶的搭档大同目一事 能孕育出完美的神术果实 正当仪式逼近灰叶时 名人突然挡在了灰叶前面